勇士对这个修赛期在内线上进行了大手术,他们送走了帕厨利亚和麦基,一年530万签下了考献司,这让他们组成了五位全明星球员的阵容,尤其是内线位置,似乎得到了极大补强。 不过目前勇士却要面临一个严峻问题,那就是靠心思跟进撕裂,至少要缺席大半常规赛,这让勇士内线在常规赛期间其实是非常吃紧的。 当然勇士改这么操作自然有其敌气,目前勇士对内线跑心思外其实还有内线,那就是上赛季的38吋位新秀乔达贝尔。 上赛季贝尔场均14分钟3.24出手,能得到4.6分,3.6篮板,1.8助攻,一盖帽,有段时间怕处理亚和麦基商退,贝尔便领踢手发了14场,而且表现非常不错。 据勇士跟队记者马克玛戴尼透露,贝尔将在下赛季场归赛,得到更多出场时间甚至首发,勇士有意将他培养成下一个格林,勇士用贝尔首发,显然也有些无奈,毕竟走了两个内线好心思又又伤,但还是必须的说勇士敢让38吋位的上赛季新秀首发。 勇士敢这么运作,就证明他们对威尔有十足信心,这胆识全联盟罕见足以媲美马次,而且勇士也非常三叉使用这类不被太好的球员,麦基,格林,利文斯顿甚至库里克莱都曾经历过这些。 其实勇士这个修赛期的运作,也受到了极大争议,考新斯加盟后报团超级球队摧毁联盟等一系列言论层出不穷,但现在说,好的武剧头却变成了低顺位新秀首发,不得不说我们真的有些误会勇士了。 他们最可怕的并不是球星,而是任何人都敢用,任何人用了只好怀毒流效果,这种体系兼容性简直可怕,就算你把联盟打球最毒的人放到勇士,估计也能找到合适的定位有所发挥。 对此不知道大家怎么看,本来自生意中的商机,创业加系授权发布,略听编辑修改,版权为作者所有,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公典。